陳宇的這個範例主要是針對 我在想說因為你們其中其實考試沒有很理想 所以如果我想說 期末也用採上級測驗的話 那恐怕成績可能會更不理想 如果跟其中一樣不理想的話 那可能會有一半的人就不及格 那當然就 所以會盡可能想說 期末是不是說換個方式 但是至少你們要先試 如果你其中考試不是很理想的同學 那也許你可以在那個期末的報告上面 我想我們期末就用報告的形式 因為期末如果在考試的話 對各位壓力應該是蠻大的 但至少我是希望說 大家會有一個認知就是 如果你希望把這個 Essail的VBA學好的話 其實最終還是一定要10座 因為10座也是最關鍵的 因為你會跟你會做得出來是兩回事 那你做得出來跟很熟練又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會做 但是好像一下子卡在很多小地方 OK 一下這邊打錯一下那邊打錯 那一下可能平常練習中 OK但是一考試又緊張 哪一個地方打錯後面就打不出來 可能有些人程式有打 但是哇一定是少一個 少一個什麼東西 那可能一直卡在那個地方 就沒辦法完成 所以盡可能當然你們要思考一下 因為畢竟他這個是一個工具 那這工具其實非常好用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些工具的話 你將來要處理一些事情上面一定是 非常的不方便 你總不可能塗法煉鋼 所以我們他有什麼方式可以讓這個工具 能夠更加善用 所以我就想了一些方式 當然因為我們結合我們這個系上的一個 專業OK 所以主要是針對那個人文相關資料 就文史或者是其他的 那我就想說找一個像成語之類的 但還有別的東西 可能有固定長度有可能有非固定長度 那如果說我有一些需求 比如說我希望能夠做所謂的查詢的話 OK 那查詢當然有幾種查詢方式 當然我們可以用關鍵字查詢 或者是說呢我們可以只是單單做統計 所以呢我們最早是做那個 把這個數量統計出來 比如說在成語裡面 到底數字這個國字123到10 他的數量哪一個是最多的 那當然如果想要畫一個圖表出來的話 要怎麼做OK 那這裡面當然我們用了幾個重點 包含就第一個 第一個他一定要先把資料產生 那這個資料的產生 因為我成語已經先幫各位做好了 那理論上當然他 他原來的狀態 並不是說這麼這麼理想 他原來狀態 其實就是一個網路上的一個什麼 一個文件 他是一個表格 甚至有些其實不是表格 那你就是必須要自己把它轉換成表格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它變成一個表格的型態的話 那你就無法做後續的事情 所以特別注意一定要做成 那表格一定是 第一列一定是他的欄位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上面一定是 比如說這個下面的資料 從第二列開始是放什麼資料 所以第一列通常是他的欄位名稱 所以呢我這邊給了三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成語 成語的名稱 或者是成語名稱 第二個話是解釋 這個成語是什麼意思 那最後例句的話 就有點像造句 這個成語要怎麼用 那當然你一定要有這個結構 所以你們也許期末報告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你比較有興趣的題材 然後呢這個題材 可能跟人文比較有關係的 那可以是固定長度 也可以是非固定長度 你想要統計分析一下 他裡面到底哪些資料 所佔的比例 哪些是最重要 因為其實你要做一些研究的話 當然第一個 你要先抓出哪些是數量最多的 那你說老師 那數量最多不見得是最重要 對是這樣 但是通常數量多的 表示這個作者會相對的應該是 覺得他重要 不然怎麼一直出現 那包含所謂的人民地民 或者是一些 這個植物動物等等的一些名稱 那當然呢 你就可以把這些挑出來 看看 到底哪一個東西 他相對比較 比如說我舉一些例子 比如說經典類的 像四書五經裡面像 論譽 論譽裡面 到底哪一個是最重要的一些關鍵字 比如說像我們常常聽到 人啊 意啊 理啊 智啊 人意理智性 那這些的話呢 當然如果想要統計一個圖表 到底論譽裡面人意理智性 或者是還有沒有什麼關鍵字 他出現的數量哪一個最多 那這樣第一個啦 你就必須先做一件什麼事 就是先把資料 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表格 不過你說老實說 那那個轉換成表格的話 這個如果我要找齁 那當然第一個 你可以從Google裡面找 不過現在 Google裡面找 假設找論譽的話 但是他得到的結果應該 會是非表格資料 這好像是用Edge Edge 我看找找看 找論譽看看 Edge 那現在Edge裡面還是用AI 甚至你可以 也許試試看 在那個什麼 這個有沒有 病的話是他的書寫 這個病聊天 甚至你可以在這邊聊天 請幫我寫一個論譽查詢系統 看看他有沒有辦法幫你寫 不過跟各位講 那你說這個病的聊天 其實他的簡稱叫病AI 其實你說那這個AI跟ChargeGPT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跟各位講 他的這個技術來源是一樣的 只是最大差別是 其實你可以跳過來聊天 他會開始聊天 其實也是ChargeGPT 類似的這個功能 不過他還要登錄 那跟各位講 他最大的差別 就是他的技術 ChargeGPT現在最新的應該 我記得是第四代了 可是病AI他是第三代的 所以我試過好像那個 就是這個病AI 得到的那個 結果好像沒有那麼好 這邊看一下 論語全文這邊也有了 假如以這個資料來看 這個資料其實拿來做練習 其實也OK 比如說你要查一下 論語到底哪一些關鍵字 哪一些觀念最多 那這邊就有論語全文 可是問題 他現在是不是一個表格呢 他現在不是一個表格 而且他的結構 你會發現他前面一定是他的什麼 他的章節名稱 學而第一嘛 然後前面的話 就是他的第一 應該算第一 第一個段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 第五 第六 他有一個結構 這樣蠻好的 所以如果想要把它 轉換成為一個 有結構的一個資料的話 那恐怕你就要思考 這邊可能就是會有三個欄位 一個欄位可能就是他的章節名稱 一個欄位可能就是他的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他是哪一段 第幾段 然後 後面就是他放的資料 不過他還有一個蠻特別的 他這後面還有個刮鬍 刮鬍裡面的話 還有那個什麼 他到底 1.1 1.1的話應該意思是 他是在第一個章 第一章裡面的第一個段落 那這個應該是第一個章節裡面的第二個 所以 甚至我們其實這個前面這個不要 我們其實要這個其實就夠了 有一個這個反而沒有 這個的詳細 因為1-1 1-2 1-3 那底下其實結構一樣 2-1 2-2 2-3 那其實這個也可以 所以也許可以三個欄位 這個是一個欄位 他哪一個章節 然後呢他裡面的第一段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他的結構 他到底他這個資料是 第幾章的第幾個段落 OK 那但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快速的把這個資料轉換成表格 因為如果不是表格很抱歉 就無法查詢 OK 所以呢你可以想想看 像這個資料 而且這資料還蠻完整的 因為我記得論語好像大概總 總字數是不是 1萬8還是多少 那你當然第一個 你可以 我的習慣是這樣 你可以把這些資料 把它選起來 然後如果你要處理的話 其實可以用什麼 用WORD來處理 可能把它複製一下 那你可以把它丟到WORD裡面先處理 你說老師那WORD跟eSale有什麼關係 只要你在WORD裡面可以轉換成表格的資料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把表格直接貼到eSale 那你就可以查詢 所以喔 可能要想想看喔 找一個經典 然後呢 把它做一個結構化 所謂的結構化 就一定要長 像這樣欄位似的 第一欄是什麼 第二欄是什麼 第三欄是什麼 你才有辦法做統計分析 OK 那比如說好了 第一個 我們已經把他變成表格了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要做統計分析 怎麼統計 我們前面好像用了幾個技術 第一個就是 我給他關鍵字 他的數量多少 那數量多少不是用眼睛去算的 而是他自己幫我算 所以以後呢 你只要想到 他幫我算的話 你就要想到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叫countive 這countive非常非常好用 這個所謂的count就是算 算什麼 count就算數量 if的話就是如果 如果有哪一個字出現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請他說 你幫我到這個範圍裡面去找找看 有沒有這個1的關鍵字 那關鍵字記得 這個敘述 就是前後有這個所謂的信號 這個信號是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後面是什麼 只要中間有這個字出現的話 你就幫我把它找出來 有點像是那個篩選裡面的包涵 好那找完之後他幫你統計數量 可以找出來的話 這個就1到10 乘以裡面好像最多就是就是那個1 那其他你也可以把它通通把它列出來 那最後可以畫個圖表 所以其實也許請各位換一個 換一個內容吧 然後試試看 那再來當然還有查詢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是做那個 資料的查詢 那比如說我不是要統計 因為統計只是說把數量 所以關鍵是count 那可是你說老師那我不是要數量 我想要真的知道說到底 哪一些這個成語裡面是有那個1的 我想將來我要使就是使用 或者是說拆燈米的時候 或者說我們玩遊戲的時候 其實可以拿來用 那當然你就可以把它什麼 查詢出來 那上個禮拜我們是做一個查詢系統 怎麼樣做查詢系統 就是當然我們這邊用總共四個按鈕 第一個是把它篩選出來 篩選的話其實關鍵就是用那個 所謂的Autofilter 那其實這個功能的話 就Excel裡面的篩選 有沒有還記得嗎 這邊啟用內容一下 應該是上個禮拜做的 有沒有 那其實它就是 要不要先放在A1 然後資料裡面的篩選 其實用這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裡面的話 最重要就是那個 按下它 不要點下它 它會有這個箭頭 它主要是利用那個文字篩選裡面的包含 包含有點像是 反正裡面有這個字就幫我顯示出來 所以我包含裡面的話有輸入1 比如說幫我把1 找出來 按確定 你會發現1的留下來 其他資料就隱藏起來 所以只要有1的 滿多的 那取消怎麼取消 再按一下就取消了 就恢復了 恢復的話 裡面全部資料又重新顯示出來了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找到我要的資料 所以呢 如果我想要 比如說我在 輸入好了 找10好了 10全10每 OK 假設找數字10 那有時候 我不知道哪一些乘以有10的 那我想要把它找出來 按確定 這邊就出現了 有沒有就這些 所以有的時候 你假設 能夠有能力 可以把什麼 把一些經典 大鋪頭的經典 通通轉換成表格的能力 再利用Esser裡面的篩選 其實很快你可以找到資料了 你就不需要說 有點那麼辛苦 上窮遇落下黃泉的 在那邊很辛苦 因為以前古人 我覺得真的蠻佩服的 一輩子就要唸書 一直唸書 一直唸書 但問題唸過之後 你記得起來嗎 你可以背得起來 你即便你背 你看過了好了 紅蘿夢 你怎麼知道 那個賈寶玉出現過幾次 總不可能你說回頭 自己慢慢算吧 一百萬字 你要把賈寶玉算完 天啊 你要算多久 算一輩子 我看也 好啦 哪怕跟你算一個月 你算完了 但你一定正確嗎 我覺得一定還是有錯 為什麼 因為人的眼睛會疲勞 人會累 電腦會不會累 電腦怎麼會累 所以盡可能的 去使用那個 電腦的強項 然後呢 盡量 讓電腦來輔助我們的缺點 這樣的話呢 可以讓我們的能力 我覺得更加強化 強大 OK 不然的話你會發現為什麼 呃 現在科技一直在進步 那只能往前 不會往後 因為說 使用這些技術 你說老師 以後會不會 的人都不用了 不可能吧 只會越用越多 而且大家對這種技術的 需求 只會越來越 因為你有了方便之後 還要想要更方便 沒有人說 方便我以後不要這麼方便 沒有吧 我發現現在人 尤其你們這個世代 對於那個像很便利的事情 都很樂此不疲 OK 像我們那年代 沒那麼多東西 可是你們還是會想要更方便 這也沒有對錯問題 只是說當然 怎麼樣更方便 這個是一個必然的 所以 會一定有這種技術上的需求 所以未來你們畢業之後 一定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沒有人會叫你說 你做一點那種 很傳統的事情 那你慢慢來沒關係 一定會希望 應該你到職場上面 老闆應該不會跟你講慢慢來 如果他叫你慢慢來的話 可能就是 應該是要叫你離開的意思吧 你慢慢來 慢慢收拾 他一定會叫你希望越快越好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樣越快 因為老闆其實也是在跟其他的公司 跟其他的企業做競爭 他如果沒有辦法競爭過別人的話 他自己也是泥浮沙過江 他賺不到錢的話 他憑什麼給你更多的薪水 所以你要想說 薪水怎麼來的 薪水然後從天上掉 沒有啦 所以每家公司老闆 其實每天也是非常壓力很大 你看那個大老闆 其實你說他一定很快 一定很輕鬆嗎 其實怎麼會輕鬆 每天都在想說訂單在哪裡 訂單 沒有訂單的話 那員工就沒有賺到錢 公司沒賺錢 怎麼給薪水 OK 所以其實當然需要有必要 去把這些東西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 也許你們把那個上個禮拜的東西 稍微複習一下 那我再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地方還可以再增加 那另外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呢 其實末報告有一個蠻大的問題 就是怎麼樣把經典變成表格 我剛剛有舉個例子 有啊 論語有沒有 當然你不一定要找論語 論語會不會太大 或你用中庸嘛 大學 比較短的 然後呢 把它轉換成一個表格 所以像論語全文 這個不是表格 請問要怎麼 如何把它轉為表格 那這個事情的話 當然也不能花太多時間 怎麼樣把它轉表格這件事情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論語好像沒有固定長度 其實要轉表格好像 還有什麼固定長度的 或者你們也可以用那個什麼 長橫歌 長橫歌其實應該會比較 比較有固定長度的 他七眼的嘛 也是可以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